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自己亲手挤牌的时候 我们能抓到天牌就很兴奋 因为这样的话基本来说是稳赢了 不怎么会输了 比如说我们抓到一个9点 然后我们再挤牌看到一个4边 这个时候你就笑了 因为这个4边不是9点就是10点 你基本是稳赢了 特别是对方牌你已经看到了 不是天牌 或者说我抓到一个4点 几牌的时候再看到一个两边 我也会发出一样的笑容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不是8点就是9点 所以这个4点加两边 9点加4边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我们看到摆家了这种天牌 我先讲一下天牌的规则 如果对有的网友来说不太熟悉的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天牌是他这个点数两张牌的点数的核是8或者9 不是3张 不补牌的 两张天然的牌是8和9 这个时候就不继续补牌了 然后就直接比较输赢了 就是你是8点对方是0点 你也是直接赢他 所以这个是相对好一些 因为我们知道补牌的规则其实是利于装的 所以补牌的时候装有小小小小的这么一点优势 嫌就没有优势了 天牌的8点只会输给对方的9点 或者跟对方的8点打合 其余非天牌我们是直接赢他的 至于天牌的9点就更稳了 只会打合 不会输 只会赢 所以你抓到9点的时候 你肯定不会输钱了 好了我们再看一下摆家了中的天牌 我们看一下每张牌的使用率 摆家了的天牌有各种各样的组合 8点有1加7 2加6 3加5 4加4 整个算下来 9点也有他自己一系列的组合 我们可以看一下摆家了天牌出现的 每张牌出现的出现率 我们可以发现 在这个所有的牌中 1出现了4次 有4种组合 可能用到1 然后2 3 4 5 6 7 这都是出现4种 其中有一个 我们看一下可能他平时不一样 这个4 4虽然也出现了4次 但是天牌8点的时候 是出现一个4 另外再加一个4 这个对的4的要求就比较大了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4点 可能是没有这么大的优势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8点和9点 8点 我们在8和0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 两边排列组合 我们可以出现8次 然后这个地方出现一次 这个地方出现一次 所以我们总共出现了10次 9点 我们也是9和0 也出现了8次 然后我们9加9 变成8点 我们又出现两次 这个也是10次 但是我们看得出来 9点肯定是没有8点这么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抓到一个9点 你需要另外一张9点 所以呢 这个出现这个9点的几率 可能是稍微小一点 到时候我们看一看 哪张牌对这个8点和9点有优势 0点呢 是出现最多的 因为0点有4张牌 它一共出现了这个16种可能 其实呢 每一张也是4种 10 全K 这个4416 所以呢 这个我们整体看来啊 摆加勒所有的牌力啊 0123 567 这个呢 出现的差不多啊 4呢 这个比他们稍微差一点啊 需要的比较多 如果是4 在抓一张4的时候 8和9其实是一样的啊 这个是对天牌有利的 但是9呢 看起来好像没有8这么重要啊 但是话这个说回来了啊 8点不是必赢嘛 9点9点是必赢的啊 好了 我们看一看呢 这个天牌出现的概率啊 很多朋友说 哎呀 我想这个抓天牌啊 这个打牌中抓天牌啊 因为必赢的 我觉得天牌呢 因为是4张牌比较啊 这个呢 其实就变成了一个 纯概率啊 因为它不存在补牌啊 一补牌就进入了 百家乐的补牌规则 那么装的可能性就比贤大 如果骑手呢 抓两张牌啊 你抓两张 我抓两张 那么呢 这个就是纯笔运气了啊 装和贤这个机会应该是一样的啊 我们看百家乐呢 前两张牌点数的总和啊 有几种呢 可能是任何一种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啊 都有可能的啊 呃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 经过统计的概率啊 呃 出现一到九啊 呃 这个点数呢 啊 前两张牌啊 咱们不算补牌 它的几率呢 大概差不多是九点四七到九点四八之间啊 呃 出现零点的机会呢 比较多啊 因为有时候这个出现两个零啊 两只公 呃 这个零点呢 因为有四张牌是零点啊 呃 而且还有平时的我们这个五五零啊 啊 这个二八零啊 都算在一起 它出现的几率呢 是十四点七到十四点八之间 所以呢 呃 我们看出呢 这个就是一个纯概率的这么一个结果啊 呃 一开始呢 这个八和九呢 和出现一和二的几率是一样的 没有没有特别大的优势啊 呃 所以我们有些朋友说我们这个 呃 算这个天牌啊 呃 这个其实算不出来啊 你要是说 纯第一手是不是天牌啊 这个纯粹是几率啊 呃 那我们呢 接着看的概率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呃 我们算了天牌装弦啊 这个八点的概率加九点的概率 就是我们天牌的总概率啊 我们刚才把两个这个九点四七啊 这个九点四八加在一起呢 我们得出了是十八点九六啊 就是所有的牌出现的这个 这个每一手牌拿起来啊 我天牌的概率是十八点九六啊 呃 几乎是五分之一不到啊 这个几率其实蛮大的啊 五手就有一手是天牌啊 呃 抓住天牌呢 呃 有三种可能啊 赢啊 打合或者输牌啊 呃 赢的几率呢 这个是十六点二五啊 就是你有十八点九六次的机会抓到天牌 这个其中呢 有十六 百分之十六的机会你是赢了啊 就是这个在十八里赢十六 这个是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赢了啊 打合呢 呃 就是八八啊 九九合呢 呃 这种机会呢 在所有的牌里呢 是占着一点七九啊 呃 打一削牌里呢 呃 其实手的话 我们大概差不多有这个 呃 一手啊 不到两手 这个平均机会是 我们八和九啊 天牌的打合啊 呃 一百手牌里有这么一点八手啊 还有天牌呢 这个输牌啊 抓到天牌你输了啊 这个的概率呢 是百分之零点九 不到百分之一啊 就是你打一百手啊 也不见得能创成一手 所以呢 你抓住这个天牌呢 呃 你抓到了八点啊 当然不是九点 九点不会输 你抓到了八点啊 你输的机会呢 百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呢 像我说的啊 抓到天牌呢 基本就是稳了 啊 啊 那么我们经过这么一算呢 啊 我们就算出这个所有天牌的概率 呃 所有天牌的概率呢 是多少呢 37.92 为什么乘以2呢 为什么乘以2呢 因为有装的天牌啊 和弦的天牌啊 这个加在一起啊 呃 差不多是有37.92% 出现了这个呃 就是说一百手里啊 差不多有40手是天牌啊 呃 这个概率是蛮高的啊 呃 非常高的 呃 同时出现天牌的机会呢 那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打合的机会啊 和这个你打输的机会 啊 打输的机会呢 也是乘以2的 因为你可能是这个 呃 弦的8点啊 输给装的9点啊 或者是装的8点输给弦的9点啊 所以呢 这个两个机会是对等的啊 因为我们天牌呢 是纯概率啊 因为是只有4张 所以呢 我们算出来大概是3.59 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 同时出现两个天牌对等的情况下啊 呃 赢也好啊 赢也好啊 输也好 赢也好啊 100手牌里呢 差不多能出3手 所以在我们打70手的时候呢 有时候 呃 我们看差不多啊 有时候经常两个碰到会天牌对天牌啊 呃 在所有天牌的概率呢 我们这么看啊 差不多有1%的机会啊 天牌碰到天牌 呃 所以这个时候呢 8点也是不稳的啊 除非你拿9点 这样才能保证绝对的不输 呃 3%的几率啊 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呃 我用的模拟器啊 呃 给大家用这个相对多的数字啊 我模拟了5万区啊 花了蛮久的啊 呃 呃 看一看这个数字呢 和我们呃 呃 之前的这个 我们理论上的数字是不是一样的啊 呃 我们每一手呢 把这个庄的天牌记下来 弦的天牌记下来啊 庄弦都是天牌的数字记下来 然后呢 这个出现天牌的手数啊 是什么呢 就是庄和弦加在一起 减去 大家都是天牌啊 就是70手出了23手啊 包括有一张天牌 就是四张牌绝输赢这个现象呢 是出现了23次 呃 我们看其实蛮高的啊 这个70手里出现23次蛮高的啊 呃 然后庄的率 弦的率啊 庄弦都是 然后出现天牌的手数率啊 就是在100手牌里出现了几手啊 其中至少有一个用四张牌决定输赢 这么一个现象啊 天牌决定输赢 呃 这个天牌的率呢 是我们总的这个率啊 这个是我们一手牌的啊 呃 我们模拟了多少手呢 呃 是这个350万手 那么我们得出来的呢 是这么一个总的率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呃 总的庄数呢 这个天牌呢 是66万3啊 弦也是66万3 呃 它的概率呢 一个是18.953 一个是18.968 就说小数点后面其实差的非常非常少啊 这个呢 就非常接近我们之前说的18.96啊 平均下来就是18.96啊 呃 我们看这个总的天牌啊 这个 总的庄弦都是天牌啊 两个天牌对天牌 这个呢 是3.597啊 呃 这个数字呢 跟我们刚才说的也是非常吻合的啊 总天牌的手数呢 这个我们当然之前没有统计 但是我可以给你讲 如果你打了300万手啊 其中有三分之一的牌 是肯定是有一个天牌的啊 就天牌出现的几率呢 呃 差不多是三排三分之一啊 呃 装或者闲任意的有一个天牌啊 至少有一个是天牌啊 可以两个都是啊 呃 所以给我们基本给大家看了这么一个概率啊 三分之一情况下出现天牌 呃 想一想 其实蛮多的啊 呃 我们再看一下总的天牌率呢 是37.921啊 呃 这个呢 就是把这两个数字加起来 这个呢 和我们之前这个算的数字呢 37.92呢 这个是非常接近的啊 呃 我们这个3.59呢 跟我们这个也非常接近啊 所以明我们这个呃 模拟器啊 呃 模拟了这个把数 这个呃 薛数够多的情况下呢 呃 我们打了30万手啊 这么多把牌的话呢 这个数字非常接近这个科学统计的数字啊 说明这个模拟器是没问题的啊 这个数字呢 呃 我们都可以相信它啊 我们都可以利用它 好了 我们再看一看呢 呃 这个是我做一个实验啊 呃 我呢 把这个0和1啊 这两张牌啊 这个相对数字减少了25% 呃 然后呢 我们经过这个1万削的模拟啊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呃 小牌呢 我们减少之后呢 呃 我们发现天牌率呢 是变成了19.7和19.6 呃 这个和我们之前呢 这个18.9呢 呃 呃 这个数字就提高了蛮多的啊 呃 整体的数字呢 也提高到了39.386 呃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们把这个0和1啊 为什么拿走0和1呢 呃 因为这个整体来说 0是比较多的啊 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们打牌说会出现 更多的0 0 所以呢 我们看之前的这个0点的这个起手牌啊 要比其他的多啊 所以我们把0和1去掉一点啊 为什么我想研究一下去掉1呢 呃 因为呢 这个 呃 1点呢 呃 去掉之后 虽然是8点和1点形成9点的机会少了啊 但是呢 这个8点和0点啊 形成这个8点的机会可能会变多啊 这是我做的这么一个实验啊 呃 然后呢 我又想一想把这个小牌数量继续减少啊 呃 我们减少了33%啊 呃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呢 变成了19.845和19.773 呃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发现这个天牌的这个总数啊 呃 整个又提高了啊 我们可以看看跟之前的比 啊 整个这个总数呢 有39.386啊 变成了39.617啊 我们在之前呢 呃 我们看到是37点几啊 我们这个 这个数字呢 增加的是蛮大的啊 呃 我们这个整个数字增加了呢 我们 呃 装弦都是天牌 整个整体的数字都增加了啊 呃 所以呢 我们知道好像在这个0和1这个小牌数字减少之后啊 呃 天牌会更多一些啊 呃 这个时候你要是只打天牌啊 啊 这个有些有些这个上网压住你说我可以压压天牌啊 压9点啊 那么呢 这个几率呢可能会增加一点啊 呃 那现在我们继续呢 把小牌减少减少到50% 把一半的0和1拿走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数字呢 几乎接近了20%啊 呃 这个非常大了啊 呃 装弦总的几率也接近了4%啊 呃 我们 这个36%的牌啊 差不多36%都是天牌了啊 天牌总率呢也接近了40% 啊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个小牌啊 啊 0和1减少的越多啊 天牌的出现的几率越高啊 但是这个对不对呢 啊 我们继续看 我们现在把天牌的数量呢 减少到了75% 呃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现呢 我们这个天牌的数字啊 反倒是下来了啊 反倒变成了39.62 啊 这个比我们之前39.89 啊 要少了一些啊 啊 他这个数字呢 反倒变成跟我们减少了33% 啊 这个数字呢 就是比较像了啊 呃 减少25%呢 就是更少了啊 所以我们看呢 呃 把这个牌呢 小牌减少75% 我们为什么更少了呢 呃 呃 这个我倒是也可以理解 因为呢 如果是装弦啊 呃 如果是这个呃 呃 纯几率的情况下呢 装弦的这个天牌都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要把出现零零的机会减少呢 呃 我们最好减的话 减完之后和8和9的数字是一样的 呃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把这个天牌出现的几率最大化 啊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小数这个牌啊 啊 小牌减少一半啊 呃 特别是零点 那它的数字呢 呃 其实就由这个石猴圈黑变成了呃 呃 只有10和高 呃 那这个时候呢和我们的呃 8点和9点的数字变成一样的了啊 所以呢 从这点出发呢 我觉得天牌出现几率高的情况下呢 只要把零点拿走一半啊 这个就就可以实现了啊 就会把天牌几率提高 啊 但是呢 啊 我们看啊 我们当把大部分这个零点拿走啊 这个时候呢 对我们出现8和9又没有帮助了 所以我们的天牌这个几率呢 又下来了啊 呃 我们有这个满满的牌啊 160张这个小牌 变为120 变为这个110 变为80 啊 变为40慢慢就下去了啊 呃 这个就是我们在看这个 呃 天牌的时候啊 我们要注意啊 我们这个特别是零点啊 当我们烧掉零点烧掉多的时候呢 以后出现出现那个天牌的几率就大了 呃 但是有些人说呢 那我数零啊 然后我打天牌行不行呢 呃 我跟你讲不行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压装弦啊 所以天牌的出现几率在装还是弦上呢 呃 这个我们不好确定啊 通过模拟看的也是没有规律的啊 这个呢 真是呃 在没有补牌规则的情况下呢 是一个纯几率的啊 呃 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这样 但是如果说 呃 在我们打了这个百家乐中的啊 特别是一些网上 呃 有一些这个 就呃 呃 sad bet啊 这个可以压其他的啊 我们不压装弦压其他的啊 如果有出现这个啊 压九点的情况下呢 你发现出了很多零啊 这个时候呢 你都可以压几把啊 呃 这个几率呢 可能会这个啊 呃 从百分之三十八啊 不到啊 听到百分之四十啊 多两个百分比啊 呃 呃 我们都知道了小牌数量呢 呃 拿走之后呢 对呃 出现天牌的几率会有提高啊 呃 那我们现在看一看呢 这个把这个大牌啊 拿走一半啊 会不会数量降低啊 反正一下啊 呃 也是模拟了一万靴啊 呃 这个结果呢 确实也是啊 呃 我们发现这个天牌的总数呢 在九啊 就拿掉一半的情况下啊 把黑的九都拿掉 我们只有十七点几啊 当然模拟了一万靴啊 模拟的多的话可能更趋近于平衡啊 呃 这个时候整体呢 只有35%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总天牌手这个 出现总天牌的手这个率呢 百分比呢 呃 只有32%啊 小于三分之一了 就说把九拿掉呢 其实对天牌的整体影响呢 呃 其实还是蛮多的啊 少了2% 呃 我们之前说过呢 八是比九重要的啊 所以呢 呃 我们再看一看把八去掉一半的结果啊 呃 确实是这样啊 呃 为什么呢 因为把八去掉的结果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呃 呃 他整体的这个 百分比呢 只有34.4 啊 这个和35.0 比啊 差了差不多百分之0.5 啊千分之五 呃 他这个总天牌率呢 呃 也就17.4 17.5 啊 平均17.5 啊 和总天牌手数呢 呃 呃 他这个总天牌率呢 也从我们之前的17.5 变成了差不多平均17.2 呃 呃 所以天牌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 呃 最没有用的牌是0啊 这样的小牌啊 或者是1也好啊 呃 最有用的牌呢 是8和9 呃 虽然说是8和9啊 你抓到了你很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这个配合的时候呢 呃 0比较多嘛 你容易抓到一个0 但其实呢 还真不是这个样子的 呃 反倒是呢 呃 89 和0点的数量一样 这个时候呢 才能把这个天牌呃 出现的就是最大化 如果你是满牌的话啊 呃 你的0点呃 是你8点和9点的一倍 我们有4张0点 那8个9点只有2张 呃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没有把天牌利益最大化 呃 我们只有在两个相等的时候啊 利益最大化 呃 所以这个还是有一点意思的啊 呃 因为两张0呢 呃 碰在一起机会出现0点的也蛮多了啊 因为0很多 呃 所以只要把0减少 呃 这个时候呢 大家这个概率才是平均的啊 这个时候我们是 呃 压最多的天牌啊 呃 所以呢 我们这个通过模拟呢 呃 数据就佐证了我们呃 呃 天牌的这个纯随机性啊 确实是这样的啊 而且天牌呢 我们呃 出现最多的几率情况下呢 是这个 这个0少一半啊 呃 8和9是正常啊 如果8和9 呃 出现的几率减少了呢 呃 天牌的几率呢 也会减少啊 而且减少的蛮多的啊 我们可能能 能减少大概3%到4%啊 呃 好了 白加拉的天牌呢 呃 我就会讲到这儿啊 呃 这个天牌呢 主要是在几排中有一些乐趣啊 呃 我们有时候这个抓到8点啊 我们抓到9点啊 或者是呢 别人抓到8点啊 我们奋起直追啊 抓了个9点 杀掉他 呃 这种感觉呢 和这种游戏里的精彩呢 都是我们呃 平时这个看啊 是体会不到的啊 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几排时候那个看啊 然后怎么在喊呢 呃 抓到个1点啊 我们抓一个3遍 然后我们顶啊 要顶出一个8点呢 呃 这个时候就是 百佳乐这个 除了赢钱以外啊 有一种心理的激动啊 这么一个时候啊 呃 天牌呢 我不建议大家算啊 除非你是专门有压天牌的压法 要不然呢 你就呃 好好的打啊 看装弦啊 不要管天牌 因为天牌呢 我们几率算好了 但是我们 因为4张牌啊 不存在补牌规则 装和弦是对等的 所以呢 你要想说压天牌啊 我压装的天牌啊 这个天牌可能出现在弦里啊 或者是掉过来这样 所以呢 我们算天牌的时候呢 呃 对压装弦毫无作用 呃 只可能说 啊 如果你 当然了 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种想法啊 天牌多的牌不好打 因为你没有优势 如果你觉得呢 这个牌开始出现的这个零比较多啊 剩下的牌里呢 呃 天牌比较多啊 这个时候我们我建议你是不打啊 如果这个整体的牌啊 我们看到这个一开始出现的天牌多啊 我告诉你后面出现天牌也多 为什么呢 同样烧掉这个很多二和七啊 一和七这样的情况下 那剩下的呢 三四五六就多啊 三四五六混在一起呢 天牌就多啊 天牌多的牌呢 呃 不好打啊 因为你呢 呃 补牌规则帮助不了你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呃 如果我们算牌的时候啊 我们发现剩下的天牌比较多啊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应该换一张桌子啊 呃 你这个时候呢 你要坐下来看啊 如果天牌前面的几率高 后面的几率呢 反倒高啊 这个是我在实战中的一个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啊 呃 如果是说这个牌啊 天牌的几率不高啊 后面的几率呢 可能真的也是不高啊 所以这种牌呢 呃 其实我们倒可以打一打啊 呃 或者是说天牌几率不高的情况下呢 呃 补牌的几率高啊 在补牌的时候呢 可能比较立我们的庄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打一下庄啊 呃 或者是说呢 补牌的机会多呢 像我在打这个 Easy百家乐的时候呢 我会打 啊 这个呢 我可以以后跟大家讲啊 因为天牌是 不利于这个bonus 这个龙宝和猫的啊 所以呢 我们本身啊 打庄贤的时候呢 我们 不需要太考虑这个天牌 呃 如果你只压天牌的时候 考虑一下啊 呃 如果你是压这个 Easy百家乐的时候呢 呃 我们要考虑天牌啊 因为这个是和我们这个 压bonus 赢大钱一个相冲突的地方啊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回避百家乐的天牌啊 呃 好了 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啊 百家乐中的天牌啊 这个是一个喜忧参半的事情啊 呃 我再跟大家重申一下啊 我自己是不喜欢天牌的啊 因为天牌呢 把我们这个技术成分拿走了啊 变成一个一个纯赌博了啊 啊 好了 今天呢天牌啊 百家乐中的天牌就讲到这里啊 希望大家呢 订阅留言点赞啊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